被爆花4300万买商办 柯文哲说 选举补助款设个人办公室 台北市议员指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5月花4300万元 购入立法院附近商办 柯文哲26号说 民众党规定选举补助款2、3规个人 他参考其他总统候选人例子 用这笔钱设个人办公室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 陈志汉指前总统蔡英文担任 民进党主席期间也有个人办公室 蔡英文办公室表示 蔡英文参与选举以来 从未使用选举补助款购置不动产 民进党赖萧佩在总统大选 获于新台币.6亿元补助款 赖清德选后宣布 选举补助款将捐公益等三用途 国民党则说 过往总统选举补助款 皆用于党务支出及支付党工薪水 金华城案调查会议彭正深 证实柯文哲交办组专案小组 金华城案延烧 北市议会调查小组26号 邀请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深说明 他证实因前市长柯文哲交办 财组专案小组处理 对于关键的公展公文为何没签 而是由柯文哲签一事 彭正深说 因准用都更条例部分有所不妥 所以才不签 由柯文哲决行 澳媒说 太平洋岛国论坛 所罗门尼打压台湾伙伴地位 澳洲人报披露 所罗门群岛本周将推动 取消台湾在太平洋岛国论坛的观察员地位 一名高阶消息人士透露 所罗门群岛正案 中国明确指示采取行动 论坛会员国之一的澳洲外交贸易部回应中央社 澳洲重视与包含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地区发展伙伴持续合作 支持自1992年以来为促进会员国在论坛期间 与台湾交流所设立的现行安排 金融时报接美中高层密会管道谈台海化红线 英国金融时报揭露 中国间谍气球去年初飞越美国上空 导致美中关系跌至1979年建交以来谷底后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毅曾在维也纳、马尔他、曼谷等地密会 以稳定双边关系 台湾议题也是双方讨论重点 劳保费率明年已调升至12.5%于千万劳工受影响 劳保年金现行费率为12% 已规定每二年调升0.5个百分点 前一次调升为2023年 因此预计明年会再调升 估算受雇劳工及无一定雇主的职业工会劳工 合计月1036.9万名劳工劳保负担会增加 真主党以色列开战 分析说双方互轰后都想降温 黎巴嫩真主党25号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火箭和无人机 以方则称出动约100架次战机反击 防阻更大规模袭击 分析认为 以色列和真主党这场交火锈禁肌肉 但初步看指造成少量伤亡和有限损失 双方目前举止均隐含不想让冲突 螺旋式升温成中东大战 加州20年首见夏季降雪内华达山脉成冬季先进 美国加州今年夏天除了炎热高温与猛烈野火 如今更面临异常强劲且罕见的降雪 24日清晨内华达山脉覆盖一层薄雪 让今周20多年来首次于8月迎来降雪 马德拉郡警长办公室在社群平台发布一段 罕见夏季降雪的影片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并做好防寒准备 中信金你以1314亿元收购新光金以送建金管会 台新金控新光金控22号宣布换股合并计划 中信金控欲抢清 23号决定斥资新台币1314亿元一次收购新光金 百分之五十一股权金金并手剑双龙抢猪 中信金控表示 26号正式向主管机关递交投资新光金控股权计划书 期许成为台湾最大金控 金管会证实已收到中信金地鉴 图级天马操演实弹射击托式飞弹新托式2B在台籍发射器首度参讯 国军26号在屏东方山地区实施天马操演 首度已对美军购的新式托式2B在台语M41A7ITAS发射系统 实弹射击就是托2A飞弹 新款发射系统整合日夜间瞄准系统并具备主动雷射 在能见度良好情况下观测距离可达到10公里 射手可借由辅助追苗闸门锁定目标 提高稳定度增加命中率 墾丁旅游成话题县府判持平看待学者欲通盘考量 暑假是墾丁旅游旺季 但今年表现不弱以往 近期墾丁因高物价沙滩遭阳伞占用等引发热议 屏东县政府呼吁平衡看待墾丁旅游问题 学者说肯定反映国旅普遍现象 应通盘考量旅客要什么 全方位提升旅游品质 开箱老照片尤雅往事只能回味 1974年8月27号 歌星尤雅搭机由东京返国 尤雅从少女时代出道 最初以演唱台语及西洋歌曲为主 70年代她演唱由音乐大师刘家昌作曲 林黄坤填词的往事只能回味 就此走红华语乐坛 歌曲传唱至今成了经典金曲 Podcast AI与文学新碰撞是机遇或挑战 随着AI时代到来 你是否能想象未来的文学创作会变成什么模样 本期文化双周报 特别探讨AI与文学创作的融合 中央社记者们分享采访多领域专家的经验 深入剖析AI技术在文学领域的多元应用 并探讨它可能带来的伦理及法律问题 收听Podcast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